大家好, 今天是5月6日星期一 又說回大市的移動股 這就是近日大市的成交金額 在4月底之後慢慢減少了 因為國內放假 基本上北水放假期間沒有了 很簡單而已 資金流放假期間也減少了 北水方面的流動流入 因為放假關係沒有了 大市的成交金額 看到北水流入的東西 慢慢到這個放假之前就減少了 基本上是到這裏 需要留意 最近幾天這裏是有回調的 所以市場雖然升 但是資金比較弱了 問題是上升這裏的資金 也相對地的成交 不過在北水方面來說是少的 即是說是價升而成交尾跟得到盡 這些是一個警號 最近10天活躍的個股流向就像這裏 我們看到這裏是流入 最多數是銀行、騰訊、港交所等等 建設銀行快手 流出、美團、換風等等 其次 今天上升的板塊是一半半 下跌是一半半 這裏是金屬和礦石 交通設施、運輸和公共事業 運輸都是這兩天來講 這牌來講 都是排起較前的 我依然都會說 運輸方面反映了經濟活躍度 一般金屬等等 就是因為有些小小的 一升 升了150幾% 只是升了一毫子 一毫七 升了這麼多上去 當然這些是造車的 等等 這些稀有金屬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現在來說當然是炒味濃郁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看 如果他們真正是 不是騙 不是即使說炒高散貨那批 其實這些是值得去想想 不過 很慘 就算你升一倍 我也是賺到兩毫多 即是三毫子 買一萬股 賺三毫子 即是三千元 唉 真是 請個人 請一些人 食為好一點的大 即是好一點的炎值 都吃不到 三千元 母親節差不多 還要去叫媽媽去吃 好一點 好了 再其次 就是 功勞股 功勞股是比較紮實的 你見到升 平均穩定的 這值得留意 還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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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 運輸方面 這裡 再其次就是 化學製品 化學製品 也是 對於工業方面 反映工業的活躍度 是有關係的 它也不是什麼 個個都有一點點升 大家需要留意 實際上這些 分別是重頭的工業 重頭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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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都會是 代表了 那個行業 有些是可以衝勁的 公共事業方面 水務 一直都是 將會是 未來這一年 中國 將會比較要集中注意的東西 這是 可以值得留意的 當然 好像雲南水務 這些 幾號指聲 就是難說 但是對這些 其他 公用事業 是值得留意的 例如 中國核電力 這樣 這個 我們上週五 也沒有推介過 好了 接著 我們要講講 個別的股票 個別股票方面 你看到 騰訊 還有一些 維持微微的升幅 好像阿里巴巴等等 這些 已經看到 有回落 我們再看看 恆生指數方面 恆生指數上日 跳升了 裂口上升之後 自然就留下了裂口 是 可能需要 是被回補的 這個回補的東西 就是這樣看 第一 這個 這個 最高位 是 120 所以 如果這次的回調 下回到120 都是 可以接受到的東西 是 就是 回補 這個 這個 裂口 這個區域 如果它只是 補一半左右 又再升 那 即是後市 還是由 勁度上升 這個 就需要留意了 182 這個位 是需要 重要的 要留意的 看看 我們今天 可以有什麼股票 大家要留意 第一次留意 是中旋房目